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Fa from Home Kitchen 今天跟大家炒一個涼瓜炒牛肉 首先我們準備牛肉, 這是兩個人的份量 我用200g, 就是大約半磅牛肉 我切薄片, 放在冰箱裡 用這個切薄片 切完之後, 醃牛肉 鹽, 糖, 胡椒粉, 生抽 然後, 少許蛋白 然後, 少許料酒, 拌勻用手 然後, 放3分, 再拌勻 還有, 少許麻油, 再拌勻 然後, 準備少許生粉水, 才有完食 我們再剁一些蒜頭 我用4粒左右 然後, 切薄片 我們切零形片 那, 尿頭就差不多了 我們準備一些紅椒 是, 尿尾點水用的 我們切片 用不到一個紅椒 用大約四分一個左右 OK的了 好, 放在那邊備用 然後, 剁一些豆豉 然後, 處理涼瓜 然後, 處理涼瓜 切到頭尾 然後, 切開一半 然後, 用匙巾, 切一個籃籃 就這樣, 刮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 斜刀 切片 我們用了兩個涼瓜 下一步, 我們把涼瓜 然後, 煮水 首先, 放些滾水 在鍋裡 放些鹽, 油 然後, 放些涼瓜 然後, 放些涼瓜 放大約1分鐘左右 主要是, 披走苦味 好, 飛完水之後 就過冷河了 好, 接著我們就煎牛肉 就不需要完全煎熟 但是, 炒到7成熟 就可以了 因為, 淋味再會兜 好, 炒完牛肉 然後, 盛起備用 然後, 再起鍋 就不需要洗鍋 然後, 直接爆料頭 蒜頭, 薑, 和豆豉 爆香後, 放些涼瓜 放些涼瓜 然後, 蘸酒 是蘸在鍋邊 然後, 放些牛肉 然後, 放些牛肉 炒兩下 然後, 開始調味 調味, 加了鹽 糖 和, 生粉 水 最後, 放些紅椒 再兜兩下 這樣就可以了 開水 我今天用一個碟頭飯的形式上碟 這樣就可以開飯了 我會把食譜放在影片下面的 description 如果喜歡今天的食譜 希望可以給我一個讚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